要是说起迪丽热巴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的吧 他可以说是90后小花里发展最好的一个了 当初的他还是需要老板杨幂带着的 懵懵懂懂小演员 不过如今的他已经完全是 家行公司里能挑起大量的议员了 工作起来他是非常的拼命 很少有时间去休息 前段时间他也是作为唯一的一位女嘉宾 参加了极限挑战这个节目 而这也让观众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个女孩 近两年迪丽热巴的事业如日中天 不论是综艺节还是影视作品 大家总是有很多机会能够看到迪丽热巴的身影 但大家好奇的是迪丽热巴周围的好友纷纷结婚生子 但迪丽热巴个人的感情生活却始终如迷 一场参加极限挑战的另一位嘉宾岳云鹏 对于迪丽热巴的感情生活也是非常的好奇 在两人参加的综艺解冒过程中 开启闲聊模式的岳云鹏与迪丽热巴聊的热火朝天 当时两人不经意间提到了迪丽热巴的年龄 当小叶叶听到热巴已经27岁的时候 直接脱口而出27也该结婚了 再不嫁就老了 随后可能是感觉自己说的话不太对 又举了个例子说自己媳妇24的时候 就已经结婚准备生小孩了 这让迪丽热巴顿时哑口无言 感到非常迷茫和无奈 这时候一旁的雷家音来了剧 补刀也是帮热巴解困 说岳云鹏这是老农村人的思想了 小岳岳背这样一对也是一脸憋屈 不过这也只是几个熟人之间 互相调侃的小玩笑罢了 其实像迪丽热巴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追求者肯定是不少的 但或许是近两年迪丽热巴 太专注自己的工作 以至于她对于自己的感情生活无暇顾及 不过她对于自己的感情 也还是很有想法的 之前她在一个节上就说过 她自己想在30岁以后有一个稳定的家 但大家也知道很多流量明星 在恋爱之后事业都受到了不小影响 但在被问道 难道不会担心自己粉丝脱粉 流量缺失望 迪丽热巴显然是之前已经想过了这个问题 她十分诚实地表达 她也要有她自己的人生 迪丽热巴更是表示 自己不会为有人会失望 所以选择不结婚不谈恋爱 并且还说出自己以后想生三个孩子 不得不说这个回答太现实了 那么大家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 你们觉得迪丽热巴会在什么时候碰到属于她的真命天子呢